好 我們來看題目 有一個立方體的同塊密度9.0 把它切成體積2比1 請問你大塊的密度是多少 這件事在烤什麼 烤 密度是存物質的特性 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密度 跟它的體積啊什麼之類都沒有關係 都一樣 所以 切開來之後密度會不會變 不會變 所以切成2比1的兩塊 大塊跟小塊的密度都一樣 都叫做9.0還是一樣 所以我們答案選C OK嗎 OK 停車站接問 體的密度7.9 400切成3比1 大小兩塊 請你大小塊的密度 幾比幾 夠簡單嗎 這種題目都不用算 而且這種題目類似題 當初聯考年代考過很多遍了 不用算就會了 Number11 11不在 Number24 24號 可愛的鍾翰大哥 B AB的B嗎 請坐 你答案選的是B3比1 你很好有前途 剛才跟你講過了 密度是純物質的特性 不會跟大塊小塊有關係 所以原來密度7.9切開還是多少 7.9兩塊都7.9 所以密度叫做1比1 來 問你誰是不一樣的 那算什麼 我剛才講過考試考試說他是誰嘛 B1度他跟誰他就誰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一樣 我密度應該怎麼樣 一樣 那這個數字顯然看起來 我記得都完全能夠整 就差不多就好了 差不多很接近 2.9啊 2.8都差不多是一樣這樣子 然後誰跟別人不一樣 不一樣 誰啊 誰呢 誰呢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有可愛小女生嗎 試試啊 2.3 C.3 3跟波蘭波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如果我密度一樣 我就同一個金屬 密度不一樣就不一樣的金屬 算密度 那密度就是質量足以體積 所以就算 甲是9 乙是Burr點Burr 跟9差不多 丙是7.2 跟9差的比較多 丙是Burr點9 也跟9 差不多 所以誰差最多 比 所以呢 丙差最多 所以他又會不一樣的金屬 所以我們就答案就選的是C 這些基本上都是在考 所謂的密度的觀念 很多題都是不用算的 有觀念就好 有觀念就可以了 記得我們跟各位提示過的觀念 重點就是密度是存物質的 特性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密度 後面還有一個什麼會熱上冷縮那個東西 OK嗎 OK